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AI新典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因美国可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半导体设备出口的限制, 全球芯片股遭受严重打击的情况。 报道指出,这一消息引发市场恐慌,导致全球科技股大幅下跌, 尤其是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的芯片制造商。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言论也加剧了这种担忧, 进一步动摇了市场信心。 投资者纷纷撤出科技股,整个行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这一事件再一次提醒我们,科技行业的全球化和相互依赖使得任何政策变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当全球股市闻风而动,科技股在一夜之间陷入深渊, 这让人不禁想探究背后的故事。 这一切的起因来自于美国政府可能进一步收紧对中国出口半导体设备的限制。 这一消息不仅仅是简单的政策变动,而是引发了全球市场的地震。 根据BBC报道, 拜登政府可能准备对中国实施更严格的半导体出口限制。 这一消息让市场陷入恐慌,特别是当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评论如火上浇油。 特朗普直言,台湾这个全球最大的芯片生产国应该为自己的防御支付费用。 这些言论迅速在市场中引起了连锁反应,导致美国科技股重镇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7%。 亚洲市场也未能幸免,台积电TSMC在周四早盘交易中下跌超过3%, 而东京电子TOKYO ELECTRON则下跌约9.5%。 根据JAPAN TIMES的报道, 美国的巨头如NVIDIA,Advanced Micro Devices和Broadcom 推动了一个备受关注的半导体指数下跌了近7%, 这是自2020年以来最大的跌幅。 在大西洋彼岸,尽管荷兰巨头ASML Holding报告了强劲的订单, 但其股价仍下跌超过10%。 台积电和东京电子等亚洲企业同样面临巨大的压力, 东京电子的暴跌甚至影响了日经225指数平均值的损失。 这些现象重现了一个趋势, 即市值加权指数表现不如平均股票, 这是由于主导这些指数的巨型股的疲软所致。 BBC报道指出, 如果像ASML和东京电子这样的公司继续向中国提供其先进的芯片技术, 美国政府正准备对中国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最严格的限制。 当BBC联系ASML时, 该公司拒绝置评, 而东京电子也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这个不确定的局势, 让市场对全球芯片供应链的稳定性产生了深深的疑虑。 芯片是现代科技的基石, 从智能手机到汽车, 无一不依赖于这些小小的半导体。 任何对芯片供应的干扰都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 投资者纷纷撤出科技股, 寻求更安全的投资选择。 这不仅影响了芯片制造商, 也波及了整个科技行业。 根据TC Analysis Research的首席分析师Bob的观点, 无论选举结果如何, 我们都会看到美国增加一些限制, 但他们会走多远, 这是各大问题。 市场的动荡反映了投资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担忧。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在其实时市场博客上报道, NVIDIA成为华尔街纳斯达克指数上的最大输家, 这进一步说明了科技股在美国半导体芯片出口新规讨论后遭受的重创。 这一事件提醒我们, 科技行业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变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随着美中之间的科技竞争日益激烈, 这种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普遍。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全球市场时, 不难发现这场风暴的影响范围之广。 台积电是全球最重要的芯片制造商之一, 其股价的下跌无疑是市场对未来供应链稳定性的担忧的一个缩影。 台积电每年的产能占全球先进芯片市场的很大份额, 其技术的领先地位使它成为全球科技巨头的核心供应商。 然而,面对美国政策的收紧, 台积电也不得不重新评估其对中国市场的战略。 同样,东京电子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之一, 其股价的暴跌反映了市场对其未来订单的担忧。 东京电子的设备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各大芯片制造商, 任何对其设备出口的限制都会对全球芯片产能产生直接的影响。 而这一连锁反映最终会传导到下游的科技产品, 从智能手机到自动驾驶汽车,无一例外。 在欧洲,ASML的遭遇也值得我们深思。 ASML是全球唯一一家能够生产极子外光客机EUV的公司, 这种设备是制造最先进芯片所必须的。 尽管ASML报告了强劲的订单, 但市场对其未来的担忧依然存在。 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可能会阻止ASML向中国出口其先进设备, 这将对其未来的收入构成挑战。 这一系列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全球科技行业的脆弱性。 科技行业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变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随着美中之间的科技竞争日益激烈, 这种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普遍。 市场的动荡反映了投资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担忧, 而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 总的来说, 这一事件提醒我们, 科技行业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变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随着美中之间的科技竞争日益激烈, 这种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普遍。 投资者在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时, 必须更加谨慎, 并随时关注全球政策和市场动向。 正如一位市场分析师所说, 这不是一场短期的风暴, 而是一场长期的战役。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全球科技股近期遭遇大幅下跌, 引发市场普遍担忧, 原因是美国政府可能进一步收紧对中国出口半导体设备的限制。 这一消息激起了市场的恐慌情绪, 导致美国科技股重镇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7%, 而欧洲和亚洲的芯片股也纷纷下挫。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言论也加剧了这种担忧, 他表示台湾应该为自己的防御支付费用, 这进一步引起了市场对全球芯片供应链的担忧。 在亚洲,芯片制造巨头台机电TSMC在周四早盘交易中下跌超过3%, 而半导体设备制造商东京电子Tokyo Electron则下跌约9.5%。 在周三的交易中,英伟达·NVIDIA在纽约收盘下跌6.6%, 而AMD则下跌超过10%。 在欧洲,制造芯片机器的ASML股价下跌了近11%。 这些下跌是在彭博新闻周三报道称, 如果像ASML和东京电子这样的公司继续向中国提供其先进的芯片技术, 美国政府正准备对中国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最严格的限制之后发生的。 当BBC联系ASML时,该公司拒绝置评, 东京电子也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BBC还向美国商务部询问了相关声明,但未得到回应。 拜登政府此前已经采取措施限制中国获取先进的芯片技术。 去年10月,美国限制了向中国出口用于人工智能、AI、技术的先进半导体。 特朗普总统对台湾的言论也暗示了全球芯片供应可能会受到干扰。 台湾生产了世界上大多数的先进芯片。 TEC Analysis Research的首席分析师Bob O'Donnell表示, 无论选举结果如何,他认为美国会增加一些限制, 但具体会走多远,这是个大问题。 这一系列事件让市场对全球芯片供应链的稳定性产生了深深的疑虑。 芯片是现代科技的基石,从智能手机到汽车, 无一不依赖于这些小小的半导体。 任何对芯片供应的干扰都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资者纷纷撤出科技股, 寻求更安全的投资选择。 这不仅影响了芯片制造商,也波及了整个科技行业。 市场的动荡反映了投资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担忧。 总的来说,这一事件提醒我们, 科技行业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变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随着美中之间的科技竞争日益激烈, 这种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普遍。 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也遭受重创, 因为对美国对中国芯片销售的更严格限制的担忧, 引发了行业的抛售,这导致了股市中的牛市。 从美国到欧洲和亚洲,芯片制造商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美国的巨头如NVIDIA, Advanced Micro Devices和Broadcom 推动了一个备受关注的半导体指数, 下跌了近700分号,这是自2020年以来最大的跌幅。 在大西洋彼岸,尽管荷兰巨头ASML Holding报告了强劲的订单, 但其股价仍下跌超过10%, 在东京,东京电子的暴跌导致日经225指数平均值的损失。 周三的行动重现了最近的一个趋势, 即市值加权指数表现不如平均股票, 这是由于主导这些指数的巨型股的疲软所致。 由于像苹果和微软这样的公司各自占标普500指数的7%, 即市指数的大多数成员上涨,损失也很难抵消。 在美国讨论新的半导体芯片出口规则后, 科技股遭受了重创, NVIDIA成为华尔街纳斯达克指数上的最大输家。 总而言之,市场正在对美中之间的技术竞争做出反应, 这种反应可能对全球科技股产生长期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我们看看事实。 美国加强对中国的芯片出口限制 是为了保护自己国家的技术优势。 国防和技术安全至关重要,不是游戏。 这些限制防止了先进技术落入潜在对手之手, 这是保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措施。 啊,楚天书,你这样吹捧,美国政府应该给你一份国防部的感谢信吧。 但是,实际上这些限制只会加速中国自己自足的步伐。 美国的这种做法反倒让中国更加重视自己的芯片技术研发, 最终结果可能是自食其果啊。 琪琪,你这样说未免太理想化了。 中国目前的芯片技术还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台湾。 美国的这些限制措施将有效地延缓中国的技术发展, 给美国企业更多时间保持领先地位。 这就像是一场马拉松,领先者需要利用一切手段保持优势。 哎呀,楚天书,你这是低估了中国的创新能力。 历史上看,中国在很多领域都从落后者变成了领导者。 比如航天科技,中国的嫦娥计划和天宫空间站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芯片领域,他们也不会例外。 美国的这些限制只会逼迫中国加快步伐, 结果可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哦。 齐齐,你提到的中国航天成就确实令人骄傲, 但航天和芯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芯片行业需要极高的技术积累和庞大的资本投入。 美国的限制将削弱中国获取关键技术的能力。 例如,ASML的EUV光刻机是制造最先进芯片的核心设备, 而美国的限制措施可以有效阻止这些设备进入中国。 你以为中国短期内能自己造出这些设备吗? 这可不是修个摩托车那么简单啊。 楚天书,别这么小看中国的工程师们。 当年美国对中国实施航天技术禁运, 结果中国自行研发了长征系列火箭, 甚至成为国际商业发射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芯片行业同样可以实现突破, 谁知道呢? 也许某天你会发现中国制造的芯片在全球市场上大行其道。 你这样望自尊大, 可小心被现实啪啪打脸哦!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嗨,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六度世界。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芯片股的暴跌, 这次可是搅得市场一片混乱, 背后的原因可是大大的有, 让我们一一解剖。 首先,这次芯片股的下跌主要是因为 拜登政府可能打算进一步收紧 对中国出口半导体设备的限制。 这消息一出,市场立马慌了神, 科技股纷纷大跌。 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更是火上浇油, 他说台湾应该为自己的防御支付费用, 这话听着像是让台湾自个儿扛着全球芯片的重担。 结果呢,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跌了2.7%, 欧洲和亚洲的芯片股也跟着跳水。 在亚洲,台积电和东京电子的股票都遭受重击, 台积电下跌超过3%, 东京电子更是直接暴跌了9.5%。 在美国,英伟达和AMD这两个大佬也没跑掉, 英伟达下跌6.6%, AMD更是直接跌了超过10%, 欧洲那边,ASML的股价也跌了近11%。 这些公司可是全球芯片行业的中流砥柱啊, 这么一跌,市场自然风声鹤唳。 据说,拜登政府已经准备好对像ASML和东京电子这样的公司实施最严格的限制, 让他们不能再向中国提供先进的芯片技术。 ASML的态度是不置评, 东京电子也没给回应, 美国商务部也还在考虑中。 这就像是在玩一个高风险的国际象棋, 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但市场可是一刻也不等人。 拜登政府的这一系列措施其实并不是临时起义。 去年10月, 他们就已经对中国出口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先进半导体做了限制。 特朗普则直接用言论暗示全球芯片供应可能会出大问题, 毕竟台湾是世界上大多数先进芯片的生产地。 TEC Analysis Research的首席分析师Bob O'Donnell表示, 无论选举结果如何, 美国都可能会增加一些限制。 但问题是, 这些限制会到什么程度? 这才是市场真正担心的地方。 芯片可是现代科技的基石, 从手机到汽车, 哪个不需要这些小小的半导体? 芯片供应一出问题, 全球经济都得跟着遭殃。 这次的股市动荡让投资者纷纷撤出科技股, 寻找更稳妥的投资选项。 这不仅打击了芯片制造商, 也波及了整个科技行业。 市场的这种恐慌情绪反映了投资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担忧。 总的来说, 这次事件提醒我们, 科技行业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变动都能引发连锁反应。 随着美中之间的科技竞争日益激烈, 这种情况可能只会变得更加普遍。 根据Japan Times的报道, 这次的暴跌是自202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从美国到欧洲和亚洲, 科技股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美国那边NVDL、AMD和Broadcom等巨头推动半导体, 指数下跌了近7%。 即使像荷兰ASML这样报告强劲订单的公司也无法幸免, 它的股价依然下跌超过10%。 东京电子的暴跌更是拖累了日经225指数的表现。 根据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的报道, 美国在讨论新的半导体芯片出口规则后, 科技股遭受了重创。 NVIDIA成为华尔街纳斯达克指数上的最大输家, 让人不禁感叹, 这股市如同过山车一般, 谁也不知倒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六博士,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